hello大家好,我是Hyo 今天這個影片呢 我想要你把我當作你的哥哥跟你說話 我不知道你幾歲,你可能比我大,你可能比我小 但是呢,這個影片呢 你就假裝我是你哥,OK? 我想要跟你分享怎麼變得永遠自信 永遠不是一下子而已 為什麼你需要自信呢? 因為有自信的話 你可以去做到一切你想要做的事 你可以賺到你要賺的錢 你可以去追求你想要追求的人 你可以去到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 你可以爭取一切的機會 只要你有自信 首先呢,我知道一定會有人這樣講說 可是呢,我先生下尾就是這樣這樣這樣 OK,如果你即將要抱怨的話 Stop,不要抱怨 因為抱怨這個特質呢 除了會讓別人覺得說你很沒有自信之外呢 你還會呢,在別人眼中 看起來是一個很煩的一個人 因為沒有人會一直想要跟一直抱怨的人 說話或是相處 因為你只要跟他在一起,他就抱怨你 他會把你的能量去拉低嘛 所以如果你即將要抱怨的話 你可以不要看這個影片 OK,因為這個影片可能對你幫助不大 因為你看完你還是會繼續抱怨 OK,但是呢 如果你決定說你不要抱怨了 那就繼續看下去 OK,那抱怨這件事嘛 我們每一個人生下來真的就是不一樣 真的不公平 有些人手上的牌就是不好嘛 能夠怎麼樣子對不對? 那這樣子呢,你要去運用你手上的牌 宇宙給你什麼樣子的牌 你就需要去利用它 而不是去嫉妒那個誰說 那個人怎麼這麼幸運 那個人怎麼這麼帥 那個人怎麼這麼美 那個人怎麼這麼有錢 因為做這些事呢 都不會對你來說任何任何的幫助 也不會給你增加任何任何的自信 只會讓你變得越來越不自信而已 所以呢 重新去看一下自己手上的牌就是這樣子 你就是這樣子的牌 那你要怎麼做 來讓自己可以玩得更好 在這場遊戲裡面打得更精彩 甚至呢 是贏了這一場 現在這影片剛開始的時候呢 我請你把我當哥哥看待嘛對不對 因為我們家經歷過很多的經濟狀況 所以呢 我的兩個弟弟呢 都是基本上把我當爸爸在看待 我跟他們講說做什麼 他們就做什麼 然後我會帶他們去做這樣子 所以呢 我從很年輕很年輕的時候呢 就當做一個爸爸的角色 所以我就是比較早熟一點啦 有一個網站有指出 這個網站叫做 它說 如果你要讓你的小孩長大的時候 變得很有自信 對自己有足夠信心的話呢 他需要有足夠的環境 來模仿這件事情 意思就是說呢 他需要模仿一個有自信的人 他需要從大人身上那邊去學 那通常我們亞洲的小孩 很多人呢 我們的爸媽都會跟我們說 欸你做的不夠 你不管怎麼做呢 就是不夠 鄰居家的小孩都是比較好 對不對 說這是你考個九十幾分回到家還是不夠 因為你沒有滿分 所以這樣子慢慢下來呢 我們就變得比較沒有自信 我剛開始出社會的時候 也非常非常非常的沒有自信 這個自信呢 是我一點一點累積下來的 所以今天呢 想要跟你 share 到底是怎麼做到 我之前是一個非常沒有自信的人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 我會假裝的讓自己看起來很有自信 但是其實呢 現在我回想到當時的那個自己 我會覺得說我並不是很有自信 而且有一點假 但是我不會怪當時的自己哦 因為呢 如果當時我沒有去做那件事的話 可能不會有現在的我 那我是怎麼裝法呢 比如說我看到我身邊 自信比較好的朋友圈 他們都在幹嘛 他們做什麼事 我有可能就會不自覺去模仿 去做那件事 他們聽什麼歌 我就會跟著聽什麼歌 他們去哪裡 我可能呢 就會想要去那裡 他們怎麼樣子講話的方式 我有可能呢 就模仿起來了 所以現在看到的我呢 有很多的特徵呢 是從那個時候 慢慢的去模仿起來的 直到呢 我搬來台灣居住之後呢 我開始自己生活 自己工作之後呢 我才慢慢的從自己裡面找到說 欸原來那個時候的我不是我 原來真正的我 跟我想像的我差好多 差太多了 因為我在家沒有一個模仿的對象呢 所以我的模仿對象是我的朋友 在電視上面看到的人 所以如果你現在不知道 自信是長什麼樣子的話 你需要去找出那個模板 你要去找出那個樣子 自信對你來說 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如果你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的話 你沒有辦法變成那樣子的一個人 那你問我 自信是什麼 什麼樣子叫做一個自信的一個人 自信的一個人 對我來說 就是他走進房間的時候呢 都會抬頭挺胸的走進一個房間 然後接下來他相信的話 他從來不會因為自己相信的事而道歉 這什麼意思呢 因為有很多人呢 他們講出一句話 然後別人糾正啊 就是說別人有不一樣的想法的時候呢 他就會 喔對不起對不起 他就開始改變自己 來迎合那個人 我覺得這樣子就是很沒有自信 有自信的人就是說 我喜歡吃漢堡 所以呢 人家不喜歡吃漢堡 那是他的事 但是我喜歡吃漢堡 所以如果我可以堅持這個 我喜歡吃漢堡 就代表說 我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一個人 再來呢就是行為虛止 有自信的人 需要比較禮貌 需要比較乾淨 他們呢 不會很沒有禮貌的去對待其他人 OK 你可能會覺得說 欸那個誰看起來很有自信 但是他非常不禮貌 記得前面我講到的 那是他的事 但是對我來說 我的自信的想像是 對每個人都很有禮貌 所以即使這個人不禮貌 那是他的自信的版本 我自己不是這樣子認為 我認為就是這樣子 堅決相信自己的 然後不要為自己相信的道歉 再來是呢 你要有禮貌 然後再來就是 你需要懂自己要什麼 我覺得呢 這是一個最最最性感 跟最最最最最有自信的一個特徵 就是一個人 他非常的清楚自己要什麼 你覺得呢 你一個 你能夠想像嗎 就是呢 如果你問一個人說 欸中午你想要吃什麼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 欸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吃什麼 然後你瞬間就覺得說 這個人 呃其實就沒有那麼有自信 因為大部分的人 你問他說你要吃什麼 他們都跟你說 欸我不知道欸 欸不知道 隨便啦 你聽久了 你都煩了對不對 你聽久了 真的都煩了 所以現在呢 只要有自然這樣子跟你講 你有可能就覺得說 嗯 又來了 你是沒有主見的一個人嗎 呵呵 但是如果現在有個人 你問他說 欸你要吃什麼 他跟你 他馬上跟你回答說 欸我要吃火鍋 你可能根本就不想要吃火鍋 但是因為他的堅決 但是因為他的自信 但是因為他的說話的方式 你可能就突然想吃火鍋 然後你就跟他說 好啊 那我們去吃火鍋吧 對不對 所以呢 懂自己要什麼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呢 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提高你的自信 不要覺得說 欸 因為這樣子會不會不禮貌啊 別人的想法有可能不一樣啊 So 別人的想法不一樣 每一個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樣 你現在提出你想要吃火鍋 別人說他想要吃漢堡 OK 我們可以分開啊 還是說呢 我們可以決定說 欸今天要吃火鍋 還是今天要吃漢堡 明天要吃火鍋 之類的 我們可以做這些決策吧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需要去害怕別人的意見也會跟我們不一樣呢 所以呢 我會給你一個練習 從最小的開始就好了 不需要去做什麼太大的事來改變自己 只要從這件事開始 下一次別人問你要什麼 別人問你想要吃什麼 你不要說都可以 而是給別人一個精準的答案 跟人家講說你要吃什麼 只要這樣子 只要這樣子 嘗試一段時間 相信我呢 你就會開始慢慢的發現自己 欸 人生中這個部分呢 欸原來我是想要這樣子的 人生中這個部分呢 我就是想要這樣子 當你在你的人生裡面 不同的地方 開始知道說 你想要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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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確定完之後 你自然的就會變得更有自信 因為你知道 欸我就是不喜歡吃麵包啊 我喜歡吃麵啊 你每天吃麵 這樣子 你是不是更有自信 啊 我就是不喜歡高樓大廈 我就是喜歡小矮樓 因為我怕高嘛 所以你都不會跑去高樓大廈 那這樣子 你會不會更有自信 會吧 那你就是不喜歡多人的地方呢 你喜歡公園 那你常常去公園 你是不是變得更快樂 所以這樣子一些 這些小事 來讓你更了解自己 你更了解自己的時候 你當然就會變得越來越有自信了 不要去迎合別人 不要迎合任何人 這樣你的人生是你的 你想要做什麽就做什麽 OK 剛剛我們講的就是 開始慢慢去調整自己的心態 那接下來是什麼呢 就是要調整自己的技能了 因為說實話 如果我們在人生裡面 我們出去社會上 我們技能不夠 我們當然會沒有自信啊 我們會覺得說 欸這份工作呢 好像不太適合我 因為我沒有足夠的技能 去做這份工作 還是說呢 老闆給我這份任務 我有可能做不到之類的 所以 你去看一下 你想要達到的那個 自信的Level 他需要的技能的Level在哪裡 然後你慢慢一步一步的 讓自己去Match那個Level 假設說 你的自信的Level 你想要在這邊 但是你的技能的Level在這邊 那你平時 你就可以慢慢做的讓他拉高 來讓這兩邊 接近 接近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你就越來越有自信了 比如說 像是我剛拍攝 YouTube影片的時候呢 我覺得說 面對鏡頭這樣子講話 So awkward 然後我覺得說 欸我好沒有自信 然後我好怎麼樣 好怎麼樣 好怎麼樣 就一大堆理由在我的腦袋裡面出現 然後有很多時候 我影片的拍完我都刪掉 我都沒有上傳 浪費了好多好多好多影片 後來呢 我就決定說 我就不要這樣子 我就要練習嘛對不對 我就要練習 對我的觀眾講話 我就練習在鏡頭前面講話 這樣子之後 我才會在鏡頭前面 講話講得比較厲害 如果我一直不練習的話 我怎麼會變得比較厲害呢 因為那個時候 我的confidence 我想要的Level在這邊 但是呢 我的skillset呢 在這邊 所以呢 我要一直練習 來讓我的skillset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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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所以呢 我的confidence 我的自信呢 就開始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所以現在打開鏡頭呢 我就可以拍攝一支影片了 但是呢 我還是要寫稿 然後很厲害的演說家 他們還是還是 練很多的 OK 他們不是天生下就這樣子 再來就是賺更多的錢 我知道這一點很膚淺 膚淺了不能再膚淺了 但是有錢可以給你更多的自信 你應該有看過很多很多人 他們非常的普通 看起來非常的普通 他們不是像電視上那種明星 然後呢 他們身材也沒有像電視上那種明星那麼好 但是他們非常非常的有自信 而且這些人呢 你可能在大眾的定義下 可能他不是最漂亮 也不是最美 可能甚至不是漂亮 也不是美的 但是 他們就是非常的有自信 為什麼 你去看一下他們是不是賺到不錯的錢 通常都是這樣子 當你賺到不錯的錢之後 還是你的工作不錯的時候 你的自信也會幫助你提升上去 就像是我之前 我還沒有錢的時候 我去到一些場所 我去到一些地方 我是非常非常沒有自信的 我覺得說 我根本不適合來這些地方 我個人是不值得來這些地方 但是我的朋友還是帶我去了 所以我就開始模仿我身邊的朋友的行為舉止的態度 怎麼去對待其他人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賺到比較多的錢之後呢 進入這些場所就變得比較自然 所以我的自信就起來了 你應該也有遇過一些人 他可能之前沒有賺到很多的錢 但是突然他賺到比較多的錢之後 他就變成不一樣的一個人了 他變得好像有一點帥有一點美 變得更有自信了嘛對不對 還是變得不一樣的一個人 他有可能不是很討喜的一個人 但是他變得不一樣的一個人 記得錢呢不會改變你 錢不會讓你變成一個壞人 錢只會放大你的特質 所以這個人如果本來就不討喜 他可能就非常非常的不討喜 但是如果你這個人有一點點自信 有錢的話呢 可以讓你更有自信 Try it OK 其實我講的你都可以去嘗試 看看沒有一定的 我講的也不一定對 你可以去嘗試看看 接下來是開始慢慢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 每天一點點去做你想要做的事 剛開始我在拍YouTube頻道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身材非常的瘦小 我下面這一排的牙齒 非常非常的歪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在拍影片的時候 我都會故意的不要露我下排的牙齒 我這樣子講話 然後只要有露你下排牙齒 我都盡量的把那些片段都剪掉 我不喜歡自己的微笑 因為我的魚尾紋很誇張 然後我的牙齒很歪 所以很多時候我的影片我都刪除掉 現在呢我回想了 我覺得說 So stupid 就是我們被我們想像這些壞處呢 像是枷鎖一樣把我們鎖住 有的人枷鎖比較多 有些人枷鎖比較少 看你怎麼想像 他又一個一個給我們幫助 所以呢我們想要飛 我們飛不起來 是因為我們給自己套上這麼多的枷鎖 太重了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把這些枷鎖拿掉 你不能一直想著自己啊 你不能一直想著說 我沒有辦法做一件事情 因為我能力不夠 我沒有辦法做一件事情 因為我很醜 我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太怕 你如果一直想著自己自己自己的話 你基本上你太自私了 你在做什麼你都想著自己 有多少需要你去做 你該做的事情來幫助到他們 但是你沒有在做啊 你都會想著自己嘛 欸我不能拍 因為我不會化妝 欸我不能拍 因為我化妝好醜 欸我不能拍 因為我身材不夠好 你看喔 都是我 都是從我 我我我這個字出發 但是如果你要做的是 真正的有價值的話 你是需要去影響到其他人 你是需要去改變到 其他人的生活的 所以你一直在乎自己的話 你沒有在做任何 在把你推 往你想要 往的方向去做 你一直在專注在自己身上 所以呢 你要開始去做這些事情 來慢慢的慢慢的 去給自己增加自信 你不做 你永遠都不會有自信 而且你做了 你開始幫助到其他人 其他人跟你說 欸你做得好的時候 你會更有自信 那個自信的level呢 是會越來越快的 那接下來呢 還有另外一件事 順便提到 這是題外話 就是開始去改善自己的容貌 你有哪一些地方 你不喜歡的話 你是可以去改變他的 一定會有人講說 欸不行啊 你難道你要我整容嗎 難道你要我這個那個嗎 OK我不是這樣講 你要怎麼樣去定義 你改變你的外貌 隨便你 你要怎麼做 隨便你 因為那是你的人生 我怎麼好意思去說 因為你的人生是你的 你是你人生的掌控者 你的人生中的掌控權 就是在你手上 如果你現在不喜歡 你自己長怎麼樣子 你是有足夠的能力去成為 或是去蛻變成為你想要的那個版本 成為你想要的那一個自己 相信我這是一個很長很長的階段 它不會只是一兩天的過程而已 它有可能會花你很久很久很久的時間 那我換了什麼東西 大家我先在這邊放我之前的照片 我換了頭髮 我換了臉 我換了牙齒 我換了身材 身材一點點了 還沒有到我要的level 所以看到你不想要的事 你可以換掉 你可以換掉 如果這些事可以幫你增加更多的自信 為什麼要給自己再套上一個枷鎖呢 如果換掉一個東西 可以給你更有自信的話 為什麼不要呢 人生過得更好 為什麼不要 是因為你自己的覺得說 那個人怎樣 那個人怎樣 那是他的事啊 那最後呢 我想再跟大家說一句話 就是擁有自信呢 其實是一件不簡單的事 它會花你蠻多的時間的 然後有時候呢 你會覺得說 自己已經擁有自信了 但是在網路上面看到一個人留言 酸民留言 然後你有可能會把你帶回你原本的那個level 你就變得更沒有自信 他有可能就會把你帶回5年前 10年前的你 但是你知道嗎 現在你已經不一樣了 你現在你比5年前的你 10年前的你更加的強壯 你可以很快的把自己拉回來 現在如果有人留言給我 我可能會看到 我可能會影響到自己心情一下 但是呢 我就可以馬上把自己拉回來 因為我非常清楚自己是誰了 當你清楚你自己是誰的時候 你不需要聽別人告訴你 你不是什麼 有人會講說 你做下課程是 blah blah blah詐騙 我知道我不是 然後呢 有人說我娘 娘已經對我來說 不是一個變異詞 有人說我gay 對啊 我是gay 所以你要我怎麼樣 當你越了解自己 越接受自己 然後你開始改善自己 很多的時候 有很多難聽的話 都變得不難聽了 因為你知道 那不是你 他們要怎麼說 那是他的事 你就會知道說 你阻止不了我 你沒有辦法把我拉到你的水平 看著我 我是從谷底 一步一步一步的 把自己拉到現在的這個 level 你沒有辦法把我拉到你的 level 每次 就告訴自己心中這個想法 每次自己心裡 比較變得沒有自信的時候 跟自己說這個想法 重複重複重複這個想法 慢慢的 你會發現沒有人 沒有時刻去動搖你的自信 OK 因為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呢 我現在呢 給你們看喔 我在 巴黎 Oh my god 巴黎 OK 好謝謝訂閱這頻道 我們拜拜